甲午年的11月21号 日军攻陷了吕顺 大肆的屠杀 全市的华人都被杀害了 只剩下36个人未死 当时有一位在美国商船 哥伦比亚号服务的英纪船员阿伦 刚好停留在吕顺 亲眼看到日口屠城的暴行 后来他写了一本吕顺遭难记 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满路都是死尸 子弹像雨点般的飞来 裹进木里变得出来 走得似鬼打墙一般 后来从一条黑暗的街里 走到一块高地 望见前面有个池塘 方知这地方是在床屋的背后 那池塘离我约一丈五尺 爱边立满的日兵赶着一群逃难人 逼向池塘离去 挤满了一池 孤沉孤沫 那日本兵远的放羊枪打 静的就用刺刀刺 那池塘离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脱肚的 脱肚的脚坐一团 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 似乎把残杀当作乐事 那池塘离还活着的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 满身的邪恶 那中有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 浮出水面 向着日本兵凄惨的哀求 将近爱边 日本兵把刺刀来说 当心就说了个对穿 第二下就说这个小孩子 只见一刺 小孩子就刺在那枪尖上面 那日本兵竖起枪来 摇来摇去 当作玩耍的东西 这个孩子大约只有两岁 那女人就扶在地上 尚未刺死 用了僵断的气力 要想起来看孩子 刚要起来翻身便倒 日本兵就照着图的筏子 也把这个女人赞成功极端 各位观众 我们现代的中国人 都知道民国26年 日口攻陷南京后的大屠杀 而不知道在前个世纪中 吕顺的同胞 就已经被残害过的历史 而且是这样的惨绝人寰